我强烈建议你要换车两年之后再换 看到这个标题是不是会有些奇怪 毕竟换车是天赋人权 只要有钱 只要有盘 只要你想换 那车就是随便换 自由换 随时换 不过呢 这个可不是我和尚训道士管的关 我们都知道 汽车现在是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是非常的快 你比如说燃油车 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全面的混动化 比亚迪的DMI 长城的DHT 吉利的雷神混动 奇瑞的昆蓬等等 很多头部的自主车企 都已经或者正在将燃油车混动化了 而混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油耗更低 扭矩更大 续航更长 当然了 坏处也很明显 就是目前的价格是偏高的 但是依据我的判断 用不了两年 这个混动车的价格就一定会拉下来 毕竟汽车这个东西 它是越造越便宜的 而这一波混动化的趋势呢 则是越来越明显了 就是它的电池会越来越大 纯电的续航呢 会越来越长 像未排的摩卡DHT PHEV 就搭载了全世界PHEV车型中容量最大的 三元锂离子电池包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多少呢 是204公里 你说这个事儿 惊人不惊人 日常上下班 大部分人一天来回 40公里顶天了 再远啊 这单位你高低就得换了 204公里 刚好够5工作日 这哪里还是混动车的样子 这妥妥的就是电车的玩法了 而不光是卫排 比亚迪也没闲着呀 比亚迪和DMI虽然还没有上市 据说呀 纯电续航里程也超过了200公里 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类车呀 基本上就是汽车圈 Bug级别的存在 短途通勤 完全是纯电动车来用 长途 那你加油就可以了嘛 你可以把它当成燃油车 完全没有续航里程焦虑 同时呢 也不用跟别人再去抢什么充电桩 而两年之后 所有混动车的纯电续航里程 基本上都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 那么你现在换车 要是再买台燃油车 那肯定开着不如BRD的DMI 未拍的DHT爽 要是买台混动车呢 那100公里以内的续航 两年后 爱美尔就过时了 什么 我不打算买混动车 就要买电动车 那也行啊 电动车的进步也不慢 现在要不是真的着急换电动车 我建议还是可以再等等 为什么 一来是电池确实在进步 特斯拉的4680电池出来了 这个4680电池可是了不得 能量方面提高5倍 续航里程提高16% 动力方面提高6倍 用不了两年 4680电池就要在中国大规模普及了 可你别忘了 咱还有宁德时代呢 这可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三元锂离子电池的霸子吧 你现在买的基本都是8系 6系 5系等等的三元锂电池 都铁定赶不上4680的电池 第二个原因就是 新荒 芯片荒持续了有两年多 芯片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那么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 买到了新能更差的芯片 而且车的优惠也越来越少了 高通8155车袋芯片 虽然吹了一年多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占289的普及 未来两年应该就是大规模普及的时候了 价格下来了 厂能上来了 还有啊 很多车袋芯片都是4G的 5G的也没有大规模普及 未来两年 很多车都会宣传5G这个卖点 而这种带X式的酸爽啊 就跟苹果11出来了 你还在用诺基亚一样 所以想换电动车 哎 您也别着急 最后我得多一嘴 咱们换车呀 可以轻一些 但是换对象 哎 可不能这样了啊 走吧